嗨,大家好,我是阿坤 今天你們終於不用看我一個人在這邊訓練了 今天我們邀請到 Ivan來跟我們一起訓練 嗨,大家好,我是Ivan OK,那Ivan在下個禮拜 她就要去參加嘉義士四長輩的 比基尼選手了 今天我們就要跟著Ivan 她的選手菜單來訓練 那平常一直說想要看女生訓練的 現在終於看到了 那待會我們就 邊練,然後邊聊 那大家可以先去追蹤Ivan的IG OK,那我們走吧 GO What's your talking about You tell me what's on your mind But how can you be so blind I am the one who's hurting But I'm just a burden In the chaos I see the bliss In the mayhem I see the abyss Just when you need it and the most Third just go In the chaos I see the bliss In the mayhem I see the abyss Just when you need it and the most Third just go Third just go Chi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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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cken 所以剛剛做的動作 主肩都沒有休息 三個動作一直輪 所以 所以我覺得你在做的時候 重量一開始先不要拿太重 你的肩膀真的會超酸 然後我們現在做完就直接來下一個 先做機械式的肩飛 然後再做 雅町的肩飛 Let's g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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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準備的是加一四掌杯的比基尼 他自己有請線上教練 所以他的菜單也是線上教練幫他設計的 那線上教練在台灣可能還沒有那麼盛行 線上教練的課程設計 主要就是他會幫你設計你的訓練菜單 然後他會看你的狀況做一些調整 那因為不是現場指導 所以我覺得線上教練比較適合 你已經有一定的訓練基礎了 甚至你已經是選手了 我覺得才比較適合請線上教練 不然一般剛入門 對動作掌握還沒有那麼好的 我覺得還是請 可以面對面教學的教練 效益會比較高 那關於教練還是線上教練 我之後可能再做一個影片跟大家聊聊 那這次的菜單其實很累 都是8到10下的Super Set為主 而且中間的休息時間都很短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 其實沒有辦法做得很重 而且跑這次的菜單比較特別的是 他在每一個Super Set中間都加入了一個有氧動作 我才教練的目的應該是要增加心率 達到一個高強度見先有氧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想要減脂的話你可以試試看 但是因為這個菜單是設計給選手的 所以強度很高 要試試看的話要量力而為 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實男女的訓練沒有什麼差別 做的動作都一樣 只是重量不一樣而已 然後你們看到影片的時候 Ivan已經在上一個禮拜 拿到加一四長輩 Begin的第一名 超級厲害 而且他才第一次參加比賽而已 但是他的訓練跟飲食也是非常的艱辛 然後他自己也很努力堅持 備賽了好幾個月 才拿到第一名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追蹤他的IG 我也把它放在這邊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還有分享 那你還想要看我和誰一起訓練 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 Bye